我接下来做两个动作 做两个接发球的感觉 你们看一下哪个感觉比较好 OK 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感觉比较好 还是第二个感觉比较好 OK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关于接发球里面的干货 我们在接发球的时候 你们要去找一个 这个重心的移动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接发球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重心 是由下往上去接发球的 那个球过来的时候 它是这样 从上往下这样下来 对吧 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从下往上推着去接 接这个接发球 第一个比较适 你们觉得比较舒服的 我其实就是 遵循的这个原则 重心从下往上推着去接 那么我拿到的点 都是我尽可能拿到的最高点 发现没有 我如果这样我拿上去 就是我跟那个球是这样下来 我是这样上去 那我跟那个球 再怎么样我都能拿到一个 我相对的 能够拿到那个球的最高点 对吧 那我接发球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稳 但是第二个动作 为什么你们感觉不太舒服 第二个动作 我是这样准备的 那个球如果是这样过来 那我蹬出去接发球的时候 如果球比较低 我球拍拿的高 我的重心太高 那我接发球的时候 就是这样接 看到吗 我就是要往下去找这个球 我这样去接就不好接 对不对 我如果从下往上推着去接 这样就很好接 高中心接发球 我这样 我们身边有很多球友是这样的 对不对 是这样接发的 对吧 对吧 那对方球发球很好的时候 他就老是往下去找这个球 然后一打就下往 就是这个重心导致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 对吧 他的球就直接是往下砸的 然后我这个上去 我还能够把这个球接得很好 对不对 能够抢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点 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接发球 我们在接发球的时候 注意小技巧 重心从下往上推着去接这个接发球 马上接发球的质量就能够马上提升 就能够提升 这个大部分同学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高中心 然后我让他遵循着我这个原则来 马上接发球的质量就变好 马上就变好 好吧 OK